投資新世代 最近我們所謂委員的不同發言 不在其為的 沒有投票權的 特別是比較輕的 不知為何 反而在裏面的 有投票權的 就會覺得比較好 其實是要做平衡 還是怎樣 還是要做兩極 正確就是做平衡 不過就不是說 退休那些 或者是沒有投票權的 就有英 沒有投票權的 就不出聲 或者是曖昧些 你看到James Fuller 其實星期四晚 那番言論 是有一點點 先隔後鷹的 一個態度在 他說FED的政策 現在未有限制性 但是多加幾次息 很快就有限制性 2023年 他看來 是一個 可能有通縮壓力的 一個年份 這個都跟FEDMINIST 裡面所顯示出來 對FOMC成員的描述 是挺貼近 因為你知道 FEDMINIST裡面 是完全不會開名的 他說誰 他不會說誰 誰持什麼態度 他說 或者很多 FOMC 這一次用了一個 形容詞就是 很多 很多FOMC的成員 覺得要去平衡 一個兩邊的風險 一個兩邊的風險 一個兩邊的危險 那什麼兩邊呢 一邊很明顯就是 Inflation 另外一邊很明顯就是 Depression 或者是一個 Recession 這個 所以你都看到 今次的點陣圖 所顯示出來的 那個官員的態度 其實已經跟 11月那時候 是很不同的了 11月那份FEDMINIST 是一條直線的點陣圖 全部都是在5.1里 今次的點陣圖 其實變成了一棵聖誕樹形 5.1里是最多人去選擇的 但是上面 已經有些去到5.25 5.3里 下面呢 有一些是貼近5里 我是比較相信 FED的成員 就是FOMC的成員 現在是比較多 出現了一個分裂的狀況 就是有些人 開始去考慮一個Recession 究竟會 令到美國經濟有多大的傷害 那有些人 都保持著去相信 如果現在 就停了加息 或者PIVOT的話 那之後 就是之前所做的 所有功夫 都是前功盡廢的了 那這個總結得最好的 我想就是 格林斯潘 他星期二晚上 所說的那番話 那這番話 我覺得是正路和合理的 就是他現在 現在開始就轉向 或者是跟公眾溝通的時候 就開始變得格派 那不好意思 你這個通像是按不了下來的 那但是這一種 比較鷹派的 就是把政策傳到實體經濟的方法 是會令到實體經濟 可能是今年會出現一個 比較mild 或者比較短暫的一個Recession